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全民开讲终结假案系列论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2022年疫情战争极端气候等天灾人祸不断 世界就像联合国秘书长所警告的危机四伏 太局门气功养生学会等全球超过500个协办团体 在4月16日下午无惧泥沙台风狭豪雨炸台 在台湾大学中和体育馆举办良心领航点亮希望 爱与和平全球祈福大会 总统蔡英文贺电判借此顺势集结正向安定能量 内政部并颁发奖状肯定 主办单位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 并宣告每年10月16日为世界祈福日 呼吁运用智慧化解干戈 慧惧好念 引动善行 其实早在1999年 台湾发生了921大地震 当时人心惶惶不安 太极门随即在9月25日举办世界之爱祈福之夜 邀及各大宗教各界领袖及民众 近4万人共同为世界祈福 愿适者安息生者安心 当天洪道子博士发表了 世界之爱和平宣言 直指心灵力量的重要 呼吁以爱善待地球万物生灵 并发起联署活动 更将宣言 卷科于世界之爱和平中终顶 终身刻有祈求上天护佑苍生的凤凰 神龙 祥师 麒麟等四大神兽 象征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2001年的9月11日恐怖分子 杰基以自杀式撞向美国双子星大楼 五角大厦 美国陷入了一片哀伤 惊恐 当时正在纽约访问的洪道子博士带领弟子 连续三天举办民中疑点 邀请各界领袖民中祈福 为美国 为世界 和平祝祷 太极门的宗旨是 弘扬太极门文化 促进世人身心灵健康 这个宗旨56年来从来没有改变 走访世界五大洲 拜访101国 用爱与良心推动和平文化 受到国内外的肯定 迄今已有128国446位重要领袖民中并许愿 并包括了49位的国家元首 7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民中者每一份善念都能为地球注入一份正面的能量 依中华民国的法律 太极门根本不用课税 却在1996年被侯宽人检察官 遗养小鬼杀妻起诉 并联合座位证的国税局官员 史悦生开出违法税单 在台湾延延宗了26年未解决的太极门案 早在15年前 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确定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基真法 没有任何欠税问题 然而 国税局却联手行政执行署 违法拍卖太极门的修行道馆预定地 让我们来看看关注太极门案件 二十多年的陈主祥律师分析 政府迫害太极门的三部曲 各位与会来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陈主祥 陈律师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 跟大家探讨几个重要的人权议题 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国家的主人是谁 是人民 那政府是为了谁来服务 人民来服务 可是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上面来看 常常看到最会侵害人民权利的是什么 是政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极权国家 灌输他们的人民会怎么灌输 相信政府 相信党 人民不要闹事 乖乖待在家里就好了 可是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之下 告诉他的人民 时时刻刻 小心政府 怀疑政府 监督政府 那这样这两套思维 其实演变下来两百多年 孰胜孰优 已经十分的明显了 西方的社会体制 他们不断的在进步 虽然民主会搁浅 可是不断的在往前 他们的法治精神 不断的在深化 那极权国家都有个特色 可能强盛了三十年 但是突然 因为压迫了太久 人民起来反抗 然后一把火就通通烧掉 那一切就重新再来 东方的社会就一直 在这样的轮回当中 不断地兴起 然后化为灰烬 重建 然后再起来 所以监督政府 是一个我们民主法治 思维下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指导原则 那我们要监督什么呢 我们要监督的对象是什么 政府嘛 尤其是政府的 国家权力的滥用 这是特别需要 每个人民 睁大眼睛去监督的 那什么是国家权力的滥用呢 我归结了几个历史上 这个过去东西方历史 我个人归结国家权力滥用 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国家权力的滥用 就是给你扣罪名 像228事变 就给你说你是匪谍 给你安个罪名 然后在香港反送中 这些抗议的年轻人 就把他安个罪名 说你颠覆国家政权 把你关起来 第一个是安罪名 第二个呢 就是利用媒体污名化 在过去的这个白色恐怖228 或者说反送中 就利用媒体开始污名化这些抗争的人 说你们就是 就是去报名啊 你们就是到处去抢劫的坏分子 所以国家很高大上 要把你们关起来 这是第二步 第三个步骤是 抗拒真相 抗拒法治 事情最后 然后就不认错 一直硬拗到底 要一错再错 不肯认错 如果符合这三项特征 我个人就会被归类为 就可以归类为说 这一系列的行为 叫做国家权力的滥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不是太极门的弟子 可是我关注太极门案件 二十多年 从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 这样暴露我的年纪 太极门案件 完全符合国家暴力这三个SOP 先给你安个罪名 说你逃漏税 之后利用媒体污名化 说你逃漏税 说你养小鬼 一堆 污名化 第三个事情 不认错 硬拗到底 硬要执行 不肯认错 这个序列 这个顺序SOP操作下来 其实我们可以发觉 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赴税人权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 国家公权力行使的问题 第三个是言论自由的保障 我们依序来看这三个问题 从赴税人权来看 一方面国税局讲说 太极门这个案件 是补习班的学费 所以他要课税 可是这就很奇怪 为什么只有独特在一个年度 叫做补习班的学费收入 所以要课税 其他年度就不是补习班的学费收入 就不用课税 这个没有办法 同一件事情 有两种认定标准 不就是证明你国税局认定反复吗 那怎么保障纳税人权 所谓的纳税人权 必须有一个延续性 跟一个一致性 那如果你同一件事情 不同的年度 你可以去割裂去认定 你的坚强的证据 跟你的论理在哪里 很遗憾 在太极门这个个案里面 并没有看到 有很强大的论理去税跟证据 去告诉我们说 这两个年度是不一样的 没有 那接下来就是国家公权力行使 我们特别讲执行的这个面向 在行政执行署执行的时候 他有没有合乎一个正当法律程序 像刚才邱院长有提到说 我们共同去救援 这个基隆成军序的案子 就是一个他可能欠缴罚款 1.8万 然后却要拍卖他的 这个唯一赖以为生的主错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 他欠国家钱应该要还啊 是啊 我也认为应该还啊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行政执行署在送达上面 并没有完全送达的合法 让这个人他有这个机会去把 知道说原来我欠缴了这一点 我赶快去把它缴清 那在这个事件的救援上面 我们遭遇的困难也是 第一个机关不认错 说我们好棒棒 我们一点错都没有 这个被执行人 这个陈金序 他就是活该 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然后还利用媒体发动网红 上网去攻击说 这个欠缴的这个人 太过分 然后行政执行署 也用新闻稿去污名化 这个被执行人 说他因为酒驾 其实不是 他们不是因为酒驾被罚款 这就是其实国家在进一步 在执行这个公权力的时候 又去霸凌人民 不认错就算了 还去污名化这个人民 这不是跟我们太极门案件所遭遇的 不就也是一模一样吗 完全的不认错 所以这个太极门案件也是一样 这个行政执行署跟国税局 有非常明显的违法在那边 可是他们视而不见 最明确的就是 国税局要去承受 这个被拍卖的太极门土地的时候 按照这个承受的这个要点 其实要经过两次的减价拍卖 才可以去 国税局才可以承受 这个无法拍定的不动产 可是在太极门这个案件又转弯了 第一次减价拍卖 没有拍定成功的时候 还没有经过第二次的减价拍卖 国税局就跳出来说 我要承受 明明白白的违反了 这个承受的作业要点 当然国税局还是会继续拗说 没有我们好棒棒 我们没有错 怎样怎样 这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 当人民对于这个违法的执行表达意见的时候 竟然被这个警察 以这个 以现行犯逮捕抓去警局 这个我超级无法想象 我以个人过去的抗争的例子 在我大学的时候 当时候的台北市长是陈水扁 他因为一个案子被监察院纠正 那我们一起与年轻人 那时候很热血 觉得说这个纠正案非常的没有道理 所以我们去监察院抗议 然后很多热心的同学就是写一个标语 因为当时候的监察委员 负责这个案子的监察委员 他叫做宅忠权 所以就有同学认为说 这个就是执政党的忠权 所以就写了一个标语说 宅忠权 忠权 忠权 那事实上这样是不太好 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 我觉得不太鼓励这样做 可是在当时候那一群年轻人 去监察院抗议 举着这样的标语 去质疑说 这个宅忠权监委 他是执政党 当时候执政党 国民党的一个忠权 这样的行为是不恰当的 我们是质疑他这样的行为不恰当 也没有怎么样 没有任何一个年轻人 因此被靠近进去 我在这边我就在想 当年的国民党政权 在对我们这些小矛头的抗争 都可以 好像还相对的宽大 那在民进党执政下的这个政府 为什么对于一个合理的怀疑 只是去怀疑这个官员 有没有因这个行政执行 有多拿这个绩效奖金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就被警察抓 以现犯犯逮捕抓据警察局 我相信大家 陈理事跟邱院长 都是长期支持台湾民主 人权法治发展的前辈 那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办了一点小配角 参与其中 所以我就是非常难以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不是一个人民对于 公权力行使的一个正当的质疑吗 为什么会被一线警方逮捕抓去警局 然后更让我觉得 更应该站出来的是 为什么主流媒体都谨慎 为什么 其他的公民团体在哪里 过去我们那些战友们 还在一线上面 为人权在奋斗的战友们 其他人跑去哪里了 这是觉得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个时候 牺牲我们家庭时间 牺牲大家时间 我们要聚在这边 去伸援太极门案件 一个最主要原因是 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我们要去伸援太极门案件 这个假案的平反 还有黄妈妈 这个不应该发生在 现在2020年的台湾 所以我希望说 也对过去 这些前辈至上最深的敬意 也对于这个各位在场 声援太极门 这个假案平反 跟黄妈妈的这些现场来宾 向你们至上最深的敬意 每位国民都是组成国家的一份子 都应该关注国家作为 是不是带领人民走向富强康乐 当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时 人民应该本于良知 发出正义之声 支持改革 而非让被政府迫害的人 孤立无援 让政府继续以侵害人权 无所谓的态度 向下沉沦 现任监察委员田秋景 就曾在2010年担任立委期间 直询法务部长曾永夫的时候 播放侯宽仁1997年5月5日 接受TVBS电视台新闻百分百主持人 李四团的访问 侯宽仁说 他当然是否认 但是我从他的眼神里面 看到一丝闪过一丝阴影 以我们办案的直觉 就是说认为他应该有讲小鬼这个事 田秋景痛批 一个检察官用眼神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台湾就永无明日了 美国人权律师肯尼斯·雅各布森 研究太极门案多年 指出太极门案有种种违反正当法律的情形 光以养小鬼起诉 法院就应该认为检察官精神状况 有问题而拒绝受理这个案件 然而这位因为侦办太极门案 被监察院列出八大重大 八项重大纠正 移送法务部从研究责益处的检察官 竟然未受到任何惩处 反而不断高升 现在已是法医研究所所长了 现在台湾的主流媒体已不像以前 看不到发挥其良心 用第四权时刻制约者拥有 庞大政治力量的政府 是台湾的不幸 在此呼吁法税真改革 良心救台湾 全民觉醒 台湾人民期望的民主 不仅只在选举当天 是国家的主人 需要全体国人一起监督政府施政品质 避免少数滥权违法的官僚 绑架政府 背离真正的民主价值 也唯有落实改革 台湾才能迈向民主法治的国家 最后敬祝大家平安健康 我们一起加油哦